亲爱的家伙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 今天您可真得饶了 有很多粉丝朋友们给圈哥私信 说在家里边炒牛肉不好吃 口感不嫩 而且腥味比较重 那么今天圈哥给大伙带来一道 秦寨炒牛肉 首先咱们准备点 切好的牛肉片 圈哥告诉大家伙 怎么炒牛肉 口感才不柴 不腥 首先牛肉里边加入五克六九 去腥增腥 胡椒粉两克去腥增腥 海鲜酱油 六克提味提鲜 再放一点点老抽 提四 蚝油三克提味提鲜 再放入一克十三腥增加符合味 咱们把牛肉搂匀 好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洁最家常的一种 简单上浆方法 准备点洗干净的芹菜 用刀背把芹菜轻轻拍一下 把它肘子拍散 这样更容易挥发出芹菜的那种清香味 再把芹菜切成长段 再放到盆里边备用 准备几半去皮大蒜 切成小块 好 再准备点太椒 斜刀切片 这种小米辣味道清香偏辣 如果不能吃辣的粉我们建议别放 再切点姜片 放在盆里 把锅烧热之后 四周围全部烧至冒压的状态 咱们加入食用油 把锅溜透 把锅里边的食用油烧热了 咱把这油还淋满锅壁 把锅全部至润道 好 然后再把油倒出去 咱们锅里边再加入一点点底油 然后放入牛肉 热锅凉油 咱们炒牛肉的时候不粘锅 把牛肉炒熟 保持中火把牛肉炒熟 倒出控油 另起锅再加入食用油 放入姜片 蒜粒和泰椒 把底料炒香 把料头炒出香味之后 再放入芹菜 芹菜下锅简单翻炒两下 把芹菜炒至炖生 放入牛肉 加入8克海鲜酱油 蚝油5克 提味提鲜 胡椒粉2克去腥 精盐1克 调底味 鸡精2克 提味提鲜 然后在盛锅边烹入5克料酒 去腥 简单翻炒两下 最后淋出锅之前 加入一点调料油 简单翻炒两下 好 出锅装盘 芹菜炒牛肉制制完成了 先品尝一下味道 口感不柴 但是没有达到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吃起来很有牛肉味 口感非常好 芹菜就得炒到这种状态 第一口搅舌的形状下 咔咔咔脆 秋儿哥今天这种炒法是不用够欠的 够完欠腻腻乎乎的吧 哎它不好吃 那么好 四面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芹菜炒牛肉 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给秋儿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